财富自由 没有洁净 持续学习 才能改变人生命运 欢迎来到Idi Capital指数投资历史验室 我是江料 我们今天来看看微软最近发布 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2023财年第二季度报告 报告显示 收入同比增长2%至527亿美元 超出分析师预期4.5亿美元 现在 你可能会想 2%的增长 这不是很令人印象深刻 你是对的 这不是我们从微软看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率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总体经济环境不佳 微软曾经提示2023的市场增长将会放缓 但即使增长率放缓 微软调整后的每股收益仍超出华尔街预期0.01美元 达到2美元 另外 微软也提出三月底将会裁员约1万名员工 占其员工总数的5% 裁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企业为了保持长期稳定而做出调整是一种普遍做法 那么 这份报告告诉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 虽然微软的增长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可能会放缓 但其实公司仍然表现良好 超出预期 随着微软继续应对宏观经济逆风的挑战 以及对于AI人工智慧技术的大手笔投资 投资者应密切关注微软的未来表现 欢迎关注指数投资历史验室 我们下次见 各位本人力量资格之后 我们下次见 具体的关注 minutes